你知道吗,在大马有这么一家公司 如果你在2011年它刚上市已时陷入手 如今已经有超过两令吉多的水平 甚至在它高峰时期还一度接近4块2 4200%哦 哇,不是吧 才一个十年有点祸血咯 当然还没算入股息 算入的话真的不止那么少啊 这到底是什么传奇故事 我们今天就要从它的一切业务了解起 哈喽大家好,我是简单猫 今天我们会谈到的公司 就是吃着科技箱 而且目前也是唯一一家打入大马30大的公司 对,你没听错,是唯一一家 它全名名叫Inari Amatron Berhad 车牌号0166 相信有在大马股市里闯战过这两年的各位 也知道并不是国外的大老科技股波动特别大 而马股科技这一块也是上上下下 尤其最近经历了俄乌战争 影响晶片上游供应链这种触步齐方的事件 加上通货膨胀和美国升息种种消息 让大马的科技股也一度惨遭抛弃 在视频开始前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这是一个专门从基本面角度分析马股的频道 如果你也是一位马股的投资者 或者像简单猫一样对马股充满浓厚兮趣 欢迎在影片下方点击订阅加入 感谢你的支持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在还没正式进入以拿力的产品之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讲解人 由于这家公司跟芯片大有关联 简单猫一定是要先带大家了解一下科技板块 关于芯片制作产业链的大蓝图 如果你对科技领域整体的上中下流 还不深理解 那么简单猫恳请你有耐心看完接下来这一段 因为这家公司的产品只是整个供应链里的冰山一角 首先什么是芯片 它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重称 是集成电路的载体 由晶圆分割而成 简单来讲 芯片就是我们随处可见的电阻电容等电子元件 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电路 集成封装到一个很小的颗粒里 基本上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切 大只智能家具 汽车 电脑 小只智能手机 吹风筒 游戏机 通通都需要芯片去接收和发射 各种信号才能够运行 更加更加更加简单来讲 芯片就是你手机的心脏 少了芯片 你的手机根本没有办法运作 由于科技的发展迅速 人们的需求越来越高 芯片的需求量也自自然然的提升了 但是制作芯片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需要的步骤非常多且精密 所以从一开始到成品 也分成了上中下游 让不同的企业去承担 上游的部分 主要是一开始涉及设计芯片的高难度的作业 通常都是国外大老公司承担 例如说 有美国的Intel Rockcom Quadcom Apple 韩国的Samsung SK Hynix 中国的华为海事等等 而其中里面有某些公司只是搞设计的 制作部分不要烦 交给其他公司 这种大家称作为Fabless Company 无工厂的公司 例如 Prodcom Quadcom AMD NVIDIA 就是属于这种公司 中游的部分 只是包含芯片制作 以及封装测试 例如说台湾的台积电 就是注重在芯片制作的部分 由于他不搞设计的 所以能称这种公司为Pure Play Fulgri 封装测试 则是我们这里比较熟悉的Orsat Outsource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主要是在下游前的一个关口 测试确保每个芯片都没有瑕疵 以及降其封装 而今天的主角Inari 主要就是这个partner 当然他也有涉及下游EMS的部分 详细资讯我们在下一个单元会提及 下游是比较接近最终客户的企业 例如说可能大家有听过EMS 也简称电子制造服务 还有最终整机的部分 都是属于这一块的 好啦 说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问 诶 分上又分下的 到底有没有企业是从头做到尾啊 还真的是有哦 Apple Intel 和Samsung 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公司 包山包海 这种简称为IDM Integrated Design Manufacturer 但是世界的需求量是很高的 所以就算他们懂得做 也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做完 还是会分发一些作业出去 让其他公司做 讲到Apple 就间接跟我们今天谈到的 Inari有很大的关系了 Apple是Blockcom的大客户 而Blockcom是Inari的大客户 根据2021年年报 接近90%的业务 都是来自这个customer air这里 但是这个在行业里 已经不算是一个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客户是Blockcom 让Inari最后承担封装测试 OSA的部分 所以其实间接来说 iPhone的生产 也跟Inari有所关联 第二大客户 则是OSRAM 总占2021 营业额接近9.8% 好了 现在我们说回Inari的整体业务 基本上能归类为两大分子 外包半导体组装和测试 OSA和电子制造服务行业 EMS OSA的部分 Inari主要是用无线测评技术 来为芯片组件组装 和最后测试服务 这也是公司目前的最大业务 根据M-Investment的最新分析 它是占了最新总体业务的62% 除此之外 Inari也提供Direct Current 简称DC的晶圆测试服务 晶圆背膜 晶圆巨隔 影线键盒 基板成型 基板锯切 芯片SIP组装 和其他相关业务 Inari是在东门地区 为数不多的OSAT供应上之一 有着强大的技术知识 有通过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和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老实说 简单帽承认 简单帽不是从事半导体行业的小猫咪 所以里面更细一些的细节 技术步骤 无法意义为大家解释 例如说 在一个晶圆测试服务里 它就包含了7个不同的步骤 这里就包含了 Rodai Bank Waffer Mouthing Sow Wing Waffer Teening Waffer RF or TC Probing Waffer AVI Dai Subtap and Rew 里面这些步骤也包含 晶圆分割 加工 组装 测试等等 如果大家问到是用什么机器 每个步骤时长多久之类的问题 哇 外行人士这不是一时三刻去拜拜 就能回答上来的问题 相信还是要找技术人员比较仔细啦 就算是无线色评里 测试这里也少说有五个步骤 在2021最新年报里 公司更是详细列出每个过程对应的步骤 从晶圆探针和加工到后端 在年报里也顺带可以看到 公司每年经手生产的芯片 是高到51个 哇 所以说半导体这门行业啊 需要的技术含量特别高 但但在测试的这一部分 就走着蛮多的步骤 来确保每个芯片都是合格的芯片 另外 以那里的另一个生意分支 EMS业务的部分 主要是包含光纤收发器 光电子传感器 和光电产品 Opto Electronic Products等等 根据Amp Investment的最新分析 这个分支占了最新总体业务的31% 是公司旗下主粒子公司之一 Amerton Corbro所经营的 说起这个就有点货血涡 目前Amerton Corbro是在东南亚 和全球半导体电光行业 提供定制EMS合同制造服务的 领先供应商 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和技术 那么可能大家就要问了 光电技术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在现代社会里还是蛮重要的 光纤通信 激光系统 电眼 远程传感器系统 医疗诊断系统 和光学信息系统等等 通通都涉及这种技术 那么好了 我们从业务方面去理解过 Inari是怎么样的公司 这里最后也说说 它的客户都是来自什么的领域 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手机这里 总占最新业绩的65%营业额 数据中心占12% 然后Inari目前也有涉及70的领域 总占11% 剩下的才是其他的领域 公司结构方面 它目前拥有14家只公司 如果不要这么啰嗦 基本上看到Inari自头起的子公司 都是做着与Orsat相关的业务 而如果大家看到 Amertron自头开头的公司 则是做着光电产业的业务 非常容易理解 除了这家叫Inari South Kitech Sentran Berhad的子公司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是做光纤产品 Fiber Optic Product 是在EMS业务的分支 目前公司拥有Circleplant 由于位于Binang Batu Kwan的P55plant比较新 所以在Inari的网站暂时是看不到的 在年报里我们就可以轻松看到 Circleplant 7个是位于大马 主要是Inari自头开挂的子公司 其他三个plant都是Ametron自演开头的子公司 全部在外地 两个在菲律宾 一个在中国 接下来我们也谈谈管理层方面 目前作证Chairman的是这一位大人物 于2010年9月21日 被任命为Inari Emertron Berhad的董事会成员 服务接近12年 1980年以工商管理文凭 毕业于美国多塞特学院 一直90年8月15日开始 在一家叫TAS Industrial Berhad 位于吉伦波投资控股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董事 目前他也是Insats Berhad独立费执行主主席 Inari和Diversified Gateway Solution Berhad的大股东 Inari的灵魂人物CEO 是这位名叫Laukentron的大人物 在2011年7月15日 被委任为Inari集团首席执行官 并在2012年10月11日 成为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并拥有制造信息技术 理学硕士和电子工程文凭 以前就曾经在Intel KESP 还有目前与Inari齐名大马芯片界 四大天丸之一的Gitronic工作过 在Orsat领域里 少说也有超过29年的经验 现在我们也谈一谈Inari的大股东 目前Inari的持股人数还真的不少 拥有超过29000人 其中有一个是持有超过5%的股权 在30大股东的八卦表里 就可以清楚看到 这位大股东其实就是我国的KWAP 拥有接近超过8%的股份 第二大股东 则是拥有接近5%的Insats Technology Berhad 而第三大股东是我们的大机构EPF 大约持有4.5%的股权 其实目前30大股东 才占有总票数的大约47% 可以看到多数都是1.2%1.2%的 Inari在外面的票数流通量 还是属于高的 如果大家对Inari这家公司感兴趣 这一点可能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 因为Inari不属于票数 集中在几个大股东的那种公司 是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讲故事的环节 说说公司过往历史故事以及光辉事件 Inari这个企业 老实说并不悠久 成立于2006年 创立初期主要业务是多媒体产品 电子组装和硬件盒制作服务 收购了第一家工厂 P1 同年也获得了ISO9001-2000 2007年 Inari获得了ISO 14001-2004 然后开始了后端晶圆加工服务 两年后 公司开始进军DC和RF测试业务 同年也进军了 印刷电路板 装配 以及整机装配操作 给无线宽带网络设备 2010年 Inari获得ISO 13485 来生产医疗传感器产品 并在各一年的2011年 从大马创业版管道上市 随后才在2014年转版到主板 Inari是在2013年 完成对Emotron Global Limited的收购 当时就将原本的Inari Berhad 名字改为Inari Emotron Berhad 合二为一 收购完成后 当然是少不了业绩是突飞猛进 从之前200多million营业额 突然暴涨到接近800million 后来更是一路坐着去 破了1billion的大关 说到最近期的2021年 公司也在自己的第一个plan 生产口罩来提供给自家员工 医院以及其他机构 相信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未来赚大钱 在同一年里 Inari也完成建造在Binang Bion Le Passe 第10个plan P55 主要是给无线色评的测试业务扩张 来应对更加多的订单 以及提供给新客户 生产系统及 模块产品 这个产品主要是用在汽车领域 这里也看得出近期 Inari是有心去进军汽车这个领域的 而不是一直待在老本行 智能手机领域 更让人兴奋的是 在去年年底 Inari宣布以总部位于上海的 China Fortune Tech Capital Core Limited 签署了一份量解备忘录 在中国展开Orsa相关的业务 这里也帮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CFTC到底是什么企业哦 它成立于2014年 是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 主要投资于集成电路行业 包括了半导体材料和电子材料 IC设计计设备以及知识产权 服务和工具 而且CFTC得到中国最大最先进的 纯半导体代工厂 中芯国际的支持 换句人话说 Inari是想通过中芯国际支持的 合资伙伴 来打入中国Orsa市场 相信这也是打着一张安全牌吧 因为中国Orsa的业务 竞争比较激烈 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 进军能够降低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风险 好了 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对Inari有了初步的理解 简单猫会再加一期谈及 Inari的财务状况 最新业绩 最新发展状况 以及一些简单猫的个人预见 希望大家多多来捧场啊 让小弟友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简单猫订阅 按赞和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